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与时之下 特区政府如何切实地负起主体责任 不仅关系到特区政府的管制微信 更事关700多万港人的民生福祉和健康安危 确诊数字不断地屡创新高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香港的疫情正处于失控边缘 下一阶段的抗疫工作 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如何齐心协力 借鉴内地经验 用好内地的支援 香港还需要做什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近日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把尽快稳控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会继续带领特区政府 以坚定意志 用好中央支持 团结社会各界 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今晚 凤凰全球连线 在香港现场 凤凰卫视记者陈其曼和崔可军 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哲玄 全国人大代表 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总召集人陈振斌 连线解读 中央支持定心丸 主体责任 攻坚战 刘思浩的追踪报道 一次一次又一次 香港疫情数据依旧在不停地疯狂刷新自己的新高 在16号公布新增4285宗确诊 比前一天的数字猛增了2600多宗 而这4285宗个案里 本地个案就占了4264宗 且绝大多数都是奥密克戎毒株引发 同时初步确诊个案也达到7000多宗 并在有包括一名年仅3岁的幼童在内的9宗死亡病例 疫情迅猛凶狠扩散下 香港公立医疗系统早已不堪重复 就连部分医院在空地搭建的 用于分流接收患者的临时帐篷都早已爆满 大量患者被迫要在寒风中接受看护治疗 即便如此 消息只截至15号 仍有高达一万两千名患者 滞留在社区等候送院 部分患者甚至已初步确诊数日 却仍未获得入院隔离治疗 我们看到有些患者在外面待在外面 这些患者是远兴趣的 为了缓解巨量的初步确诊或轻症感染者 轮后治疗的困境 香港医管局宣布 已启用支援热线1836115 为等候入院的患者提供远程协助 私家医生远程会诊也正在筹备阶段 此外特区政府也从15号起 加开期间指定诊所 让初步确诊和轻症患者求诊 诊所医生将根据患者病情 判断是否需要将其转送急诊室 面对香港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近日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香港特区政府 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把尽快稳控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要求特区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香港市民生命安全 和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同时还强调 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 要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 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而中央也决定成立由国务院港交办 和国家卫健委牵头 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 广东省及特区政府三方 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 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 对于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会继续用好中央支持 团结社会各界尽快稳控疫情 香港中联办也指出 相信上下一心重置成城 香港一定能够赢得 抗击疫情的胜利 除此之外 香港各界以及多个政党团体 都分别发表声明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采取一切措施 压制及稳住疫情 香港疫情数字不断破记录及升 何时能使 香港医疗系统 还能否继续承受疫情海啸 香港特区政府应如何负起 抗疫主体责任 稳控疫情急需万众一心 目前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 医疗体系已经不堪重负了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 正在威尔斯新房医院之外的 本台记者陈奇曼 奇曼你好 我们看到香港每天的感染曲线 越来越陡峭 香港的医疗体系几乎并于崩溃 你在现场的观察 医院方面究竟承受了什么样的压力 是的 任任 根据今天最新的疫情数字 截至16号的零点 香港是新增了超过4200宗的确诊个案 而另外有约700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 那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已经是过万了 那今天香港医管局也已经公布了 香港的隔离病床的使用率 已经超过了九成 是达到了使用量的上限 医管局还特别的强调 这些病床是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用尽的 因为是必须要预留出一些用作紧急的用途 所以现在香港的医疗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是不言而喻了 那么我们这几天也是可以在香港的公立医院的急证室外面 都看到是设置了一些分流的帐篷或者是专门的隔离区域 是给初步确诊或者是确诊者在外面等候入院安排使用的 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比较的寒冷 所以市民在外面这样露天的等候还是颇为辛苦的 而我们根据最新了解到的一个消息 还指出是现在香港的社区中还有大约12000名的确诊或初步确诊者 是正在等候隔离安排 那这个情况是真的是不太理想是令人担忧的 但是面临着这么庞大的压力 其实特区政府也已经在想办法去增加一些隔离的设施了 包括正在考虑是征用一些刚刚新落成的公共屋村 或者是酒店以及是大学的学生宿舍等等 那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也已经透露 现在是正在和酒店业界正在进行一个商讨 希望业界是能够帮助提供出数千至一万间的酒店的房间 用作隔离房间这样的一个用途 而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方面 由于现在还有不少的外地学生还在里面留宿 所以相关的安排还要跟相关的大学做进一步的研究 任正 疫情严峻 所以对香港来讲 目前抗疫是头等大事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港府需要以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抗疫这项工作 接下来在香港的现场 我们来连线一下香港立法会医疗界议员林选斌 林哲斌 林议员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 在关于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的重要指示当中 特别提到了港府稳控疫情压倒一切 您怎么理解压倒一切这四个字它的分量 压倒一切是很重的分量 就是我们不要再谈什么经济 什么社交 一切都不够重要 最重要还是确保我们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还有就是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需要采取一切的措施压倒一切其他的任何事情 就是管控好现在的疫情 另外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振斌先生 我们知道总书记在重要的指示当中 特别要求特区政府在稳控疫情当中 要切实地负起主体责任 那您怎么理解主体责任 香港政府它需要监负什么样的主体责任 怎么履行这种主体责任 因为在一国两制下 港人治港 当然是香港政府要把这个疫情主体 怎么样去控制好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中央说得很清楚 香港政府应该主导 怎么样去团结香港的市民各界 民间的力量 把这个疫情压下来 当然我们看到中央对香港的资源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香港在中央的资源下 尽快团结传港 把疫情压下来 好 谢谢 我们知道对来自内地的资源 不仅有中央层面的支持 也有内地的各地方各界的资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陈奇曼 来 奇曼 我们知道这次失控的疫情 给香港的民生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同时香港也受到了内地的广泛的关注 在资源 在资源 物力 人力的支持方面 内地都是不遗余力 所以香港各界对此是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自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所提出的 五项支援请求被内地大致接纳以来呢 香港社会各界都是非常的振奋 也是非常的期待的 而不少的市民啊 甚至都表示呢 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香港的抗疫成功啊 是更有信心了 而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呢 早前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也是表示啊 现在其实香港的检测能力不足啊 是香港抗疫的一大痛点啊 那所以内地呢 针对这个检测方面的所提供的支援呢 是显得尤为的核实 而且是必要了 相信呢 将会有助香港可以大幅的提升检测能力 那么检测的速度提上去了 检测的能力 检测的结果出来的速度都提上去了之后呢 就能够及早的发现感染者 并且呢 可以更好的精准的把他们管控起来 包括在隔离和治疗方面的管控 那么这样子呢 也就可以有助于 我们可以尽快的切断病毒 在社区中的传播了 那么其实啊 我们昨天也知道呢 是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针对香港的抗疫呢 做出了明确的指示 提出了三大的支持和两个的明确 那么不少的香港本地的一些政党啊 以及是社会团体呢 知道之后呢 今天也都是纷纷的发表声明 表示支持和感谢啊 但是呢 他们其实都不约而同的 还提出了一点 虽然现在有了中央的大力的支持啊 但是呢 我们香港呢 也不代表就可以躺平了 香港特区政府还是负有抗疫的主体责任 必须要接着继续呢 贯彻落实好各项的抗疫的措施 并且呢 带领的全社会呢 同心协力 才能够战胜疫情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 在香港的观察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人认 好 谢谢齐曼 我们知道来自中央的支持细致而为 目前呢 检测的瓶颈是香港抗疫最重要的 一个资源的缺口 而位于马鞍山的火眼实验室重启 并且正式的运行 为堵住香港的新冠检测的巨大缺口 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那现在呢 火眼实验室的第二套设备 也已经提前抵港了 我们来连线一下 人在元朗的本台记者崔可军 可军你好 关于火眼实验室未来 全面的正常的运行之后 它能够缓解香港 在抗疫方面哪些瓶颈 哪些不足 好的人认 那么第二套火眼实验室 所需要的全部的装备呢 是在今天已经全部运抵了香港 那现在就被存放于 位于我身后的这间 香港元朗的一间仓库 那么在我身后的 一百多个箱子里面呢 是装有了全部第二套 火眼实验室所需要的器膜 以及各种仪器 还有一些是检测方面的用品 那包括了一些采样的柿子 口水瓶 还有快速检测包等等 那么也包括了部分 第三套火眼实验室 所需要用到的物资 那么现在呢 实验室方是正在等待 香港特区政府呢 是选好一个确定的地址 那到时候这些机器 就可以开始运送进去 那么差不多需要 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第二套的火眼实验室 就可以正式的开始投入服务 那么相关的负责人 在今天也是为我们介绍说 第二套的火眼实验室的器膜 那款式是比第一套的更新 那到时候呢 不需要像第一套火眼实验室 见到16个器膜实验室 他们只需要见到9个器膜 因为他们器膜里面的空间是更大 到时候是可以做到 同样的处理效果 那么到时候呢 第二套的火眼实验室 每天可以做到的 单管测试的数量 也是10万次 那么相关的负责人 也为我们介绍说 因为最近的疫情的关系呢 跨境司机是有部分人确诊 也对他们的物流 是造成了一定影响 不过在各方的共同努力 和协作之下呢 也是让这一批物资 来尽快地运送到香港 那么到时候 第二套火眼实验室 所需的人手 跟第一套是差不多 大概需要三四百人 那么在第一套呢 其中一半的人手 是从内地调派 那另外一半呢 是在香港来聘请人手 那么在这方面呢 实验室也是希望 中央是给予香港 更多在人手方面的支援 那么希望第二套火眼实验室 在投入服务以后呢 是可以来帮助香港 应付到越来越庞大的 一个检测需求 来提升整体的检测能力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 了解到的情况 任任 好 谢谢可君 我们也期盼呢 火眼实验室的全面运作 能够缓解香港 在抗击疫情方面的缺口 我想请教一下林议远了 你的观察啊 香港目前在抗疫方面 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瓶颈 什么样的缺口 未来还会遇到 什么样的挑战 而更加重要的是 香港的各界 应该如何用好中央的支持 使内地各界的支援 来突破这些瓶颈呢 我们有好几个缺口 首先是采样 然后是化验室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在检测方面有个缺口 我们其实是在谈 第一 采样方面的问题 第二 是化验室的问题 现在采样呢 好了一点 但是市民还是需要 在冷风中 排队很多个小时 才能够采样 最严重的时候 大概是排八个小时 现在好一点 大概是三四个小时 然后采样以后 等候报告出来 还需要等数天 现在有不少的病人呢 市民呢 他们把化验的样本 交了 然后等一个星期 才拿到报告 这是十分不理想的情况 所以第一个缺口 就是化验方面的缺口 然后我们还有隔离 设施不足够的短板 我们从医院初的时候 我们大概数过 我们应该有三千多四千个病床 可以作为隔离用途 然后我们另外有大概 七千个检疫的地方 但是呢 随着我们病人增加 我们检疫的地方 现在有一半的转变为隔离的设施 所以我们现在隔离的设施 大概是有五千多到六千之间 但是我们病人呢 应该差不多已经超过一万 所以其实我们的隔离设施 还是不足够 第三个我们的缺口呢 就是孕载的能力 就是把病人从家送到医院 或者是隔离中心的地方 孕载 我们本来用的救护车是不够的 就是飞警机的救护车也不够 所以现在我们是动员了 那个公共交通工具 希望能够有提升 我们的运载的能力 就是这几个方面的短板 至于中央可以送给我们的支持呢 最重要我相信是第一经验 因为我知道 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国家其他城市 重视是面对不同的暴疫的压力 也很快能够把它压下来 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这是我们最缺乏的 其实是我们需要 国内帮助我们建立比较多的实验室 我们现在检测的能力是30万 如果能够增加到40万 甚至50万 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我们在化验市民等的很长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几方面 我们都觉得是需要中央帮助我们的 好 谢谢林一元 面对如此汹涌的疫情 不仅需要外界的支援 香港内部也需要动员起来 另外在香港的现场 我们来继续请教一下 陈振斌先生了 我知道您作为全港社区 抗疫连线的总召集人 您们是如何动员香港的民间力量 共同参与到抗疫的行动当中的 在抗疫疫情里边 我们看到在春节前 Omicron因为它传染得很快 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 我们在春节期间 也动员了1000多名义工 帮政府把快出插四肌 好 陈振斌先生 这个信号呢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问题 稍后我们会继续的尝试连线它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全球连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需要在稳控疫情的过程当中 负起主体责任 但是疫情不仅仅是特区政府的事情 对于香港的市民又需要做出什么样的配合 那么在香港的现场 我们来继续连线一下林哲斌先生 林远 您认为对于从市民的角度出发 如何与特区政府一起 努力统兴团结抗疫 首先就是不要恐慌 现在市民见到那么多的新的病例 其实有点担心 有些更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首先我们是对政府 对中央有信心 不要恐慌 这是首先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就是遵从政府发出的指引 指引方面有几方面 首先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病 还是健康的时候 我们需要戴好我的口罩 然后我们多接手 还有小心社交的距离要保持 如果不行 然而这个新冠疾病 就等候内心等候 卫生当局把我们送到隔离设施 但是现在隔离设施是不够 所以最初的时候还是在家隔离 在家隔离也有我们指引 就是不要跟家人一同吃饭 不要与家人太多的一起谈话 尽量留在房间里面 把门关上 还有把窗户打开 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指引 我们需要跟从 如果大家都静静的 等候卫生当局 把我们送到隔离设施 还有其他的人士 也是依从当局给我们的指引 办事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疫情应该能够送往的过去的 陈志明先生 您好 您觉得接下来一步 对于香港来讲 抗疫的重点和方向会在哪里 我现在抗疫的重点 最重要是我们市民 首先要做好自己 好像林医生说 我们首先把个人的防卫做好 第二点呢 千万不要聚息走在一起 保持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边 第二呢 就是我们有多出来的力量呢 就帮助其他人 所以这次里边呢 传感社区抗疫连线呢 我们发起了工厢界 社团 社会各界呢 捐欠资金跟物资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受到香港赛马会捐赠一千万 受到玉湖集团 王先生也捐来五百万 还有呢 我们受到十多万个测试者 也是可以明天呢 分派出去给市民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是 传民动员起来呢 有钱出钱 有利出力 我们在政府的主体 引导 引导下呢 我们传递配合 把这次疫情做好 团结好我们全香港的市民 谢谢 林哲学院议员 我们知道现在对香港来讲 抗疫最重要的事情是 解决资源的瓶颈 解决燃眉之际 那如果我们把目光稍微再放远一点 对于中期来讲 您认为要稳控疫情 香港需要解决哪些 比如制度性的问题 思想观念的问题 观念上面有几个 首先香港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市民都觉得自己的隐私十分重要 所以早期的时候 政府推出了一个安心出行的apps 就我最初还以为是一个追踪的apps 然后政府说 只不是一个追踪的apps 因为它没有追踪能力 那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到我们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我们的医生朋友啊 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做这个医生追踪 也发现追踪是十分困难 所以在大数据科技方面 我们是需要多用一点 多用一点来帮助我们追踪疫情 那这现实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概念 是我们香港人一直以为 自己的隐私是十分重要 你不能够知道我在哪里 但是其实呢 在公共卫生面前 我们的隐私也是有限度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由的问题 自由当然最重要 我自己也觉得自由很重要 但是自由的也不是无限的 那一些人因为自己觉得我有自由 我不参加你的抗议的活动 那你有什么指引 我就不跟从 那你需要装这个安心出行的apps 我也不装 就发现现在呢 我们问题出了 就是社会上或者是百分之一 二的人士不跟从 不抗议 以致我们整体来说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 在抗议方面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态方面呢 把整体的大局的一种看法呢 凌驾于我们个人的隐私自由上面 我觉得对香港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但是这是一个一定需要的转变 好 谢谢林哲学议员 也谢谢陈振明先生 谢谢我们的两位记者同事 凤凰全球连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